何美人逝逢路是何美国中学生上下科一定会经过的路 但是因为经过都没经过 早上已经出现破损的状况 何美人逝逢官员林娟人来欢迎 并且与議員出面聚业 关府马上带保充全都跑到顺海路面进行中坡 希望保充学生上下科的安全 何美人何美人逝逢民兴表示 很多家庭欢迎路面状况不好 让孩子上科时增加很多正在的危险 这条生路都很久没来做了 沿着很长时间 既年这个路就安心要做 有办法议员 学校刚才在去第二校区 暂时还按下 所以今年四月的时候 我又跟议员说 议员也很劲快 向我们管政府来证出 从华馆委员林娟人表现 学校的安全非常重要 因此轍到管府 关键进行跑渡工程 明镜里长呢 持续在关心这条生路 因为这条刚才在我们 河北高中的旁边下区 这次在去年就来提报 因为刚才去大楼 所以都不方便 我们里长持续的追踪 还给我们欢迎 所以今年呢 我们提报到我们管政府官部屋 也感谢我们管政府官部屋 在我们大楼完成后随时 就快来把AC和店铺 让我们这些主地的学生 那些年轻人要上下区 因为都乘搭车 所以路没笔 所以比较危险 现在来做得好 因为上下区就比较安全 也感谢管政府 还要跟我们出民级别说 一个保险 现在时间的时间 缺带都差不多一天两天而已 如果招惹到大家 各都包含 河北高中头前的适逢路 专门虽然只有三百公斤 但结果是河北高中 学生上下区一定会经过的道路 中心抱着抱歉后 学生就不用再欢迎上下区的安全问题 新春华新闻里面 向河北 彩虹伯德